對 今天因為兩台車都來了 我們要細看一下 小萊姆 首先來看得到的這一台 剛剛小三就說了 有時候你到哪裡去 你會想我們要不要進去看看 看到路不好 卻不可惜了 對 不敢去 因為輪胎小嘛 然後你可能一騎進去 可能騎不出來 但是現在來的這一些車款 你就是勇敢的可以去走走看嗎 它是屬於一個微跨界 你跟他說用去騎鄰道 那是不可能 但是一般的路 你就看起來好像非鋪裝路面 它是可以很安全的騎進去 又騎出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台 Apria SRGT 200 那它雖然說的是說200 實際上它是174cc的引擎 那它傳承了一樣 義大利獅子王的一個設計 所以它整個車頭 很有分量 很有分量 跟Apria的所有的 基本上所有跑車的型 都是差不多是這個這樣子 然後它的一個非常大的風鏡 有一個好處 你不用再改了 你在騎長土的時候 它可以幫你倒流這些風調 讓你的頭不要搖頭放腦 這是它的一個設計 那再來就是 這款車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Sport 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一般版本 Sport的話 它這個框是紅色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A的 就是顏色會不一樣 所以看到鮮紅色 鮮藍色的 那個都是屬於Sport的版 那價差才3000塊 騎起來的感覺上呢 感覺上其實一開始 我們去龍潭 那天在試的時候 就是後面就甩尾了 就會動了 對 因為它是整個會鎖死的 這是它跨界的一個設計 所以它是可以穩定沒錯 但是你想要那個輕快的感覺 它是有的 對 然後它 因為它整個設計上 就是給你跨界的 然後我們再來回過頭 來看看它整個設計 這個光是這個進氣的 它這個設計就很像 很像他們跑車家族的一個 一個進風口 很漂亮 那它的儀表板 這次設計的也很不錯 很大 很漂亮 對 很漂亮 然後也是一樣 很容易判讀 對 很容易判讀 資訊介面都很清楚 對 很清楚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來說 它的一些特殊的一個設計 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配備嗎 配備設計 譬如說它開後車廂 我們一般這樣子是打不開的 在這裡 按鈕是在這裡 所以要開第一段 第一段是沒有完全開電門 但是它是可以開這個 它可以放一頂全罩式安全帽 很多人說 我男生很重要的是說 我現在我們都推廣全罩式安全帽 但是它是超大的 有大壓 我也是放不下 一般的安全帽是可以放得下 好 那再來就是它的加油孔 它的加油的部分 很多人會 像我一開始也搞不清楚 它加油要怎麼開 你不要去加油站 不要開 按一下 它就會打開了 所以感覺它的鑰匙這裡其實有蠻多機關 對 有很多 然後如果你帶了很多娃娃的話 你到時候可能就會出問題 我的建議啦 騎車的鑰匙 盡量不要掛很多很多的東西 其實對行車是 不是很安全的 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干擾 對 然後它也有電子的部分就是ABS 再來就是有一個自動啟停 自動啟停的開關在這邊 自動啟停的開關 那再來就是它的後避症也是屬於雙腔的 後避症 剛剛已經有講到好處了 對 這就是它的好處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穩定 然後類巧克力胎可以讓你說 我們剛剛說的 你騎到山上的時候突然間看到 欸 這邊沒有 飛鋪設路面 那我想要進去 那我們騎一般的機車 卻步了 算了 然後騎這個機車你就可以進去裡面看看 欸 就像我去看石門水庫一樣 很多小路我就進去 哇 有不同的風景啊 不同的風景 是你可以進去的 可是別人是不敢進去的 就有時候那個路 當然啊 大家都說路是人走出來的 它的動力來講 它其實是跟我們國產的180的 117級的CC數的動力是差不多 但是它的剛性會比較好 比較好的原因是因為它是龍骨 那這要捨棄我們原本的喜歡的一個東西 就是前面可以放的東西 它是不行 但是長途旅行的話 它非常方便 一個大風鏡 那騎乘的姿勢很輕鬆很舒服 那它整個車子給你的反饋是很穩定的 那你在騎乘 這一台就非常適合 松山道小港 但是要加一次 但是你長途旅行 我個人 我會希望它收納空間的擴充 有可能性 不然我要怎麼樣載我的行李呢 對啦 它收納空間其實是可以加 加那個後箱 它原廠是可以選購一個後車箱 所以它是可以選購這個 可以選購這個 它是原廠的喔 不是外面去裝的 是可以擴充的 對就是這個拆掉之後可以擴充一個箱 就使用面上我還是希望有多一點 尤其是有載女朋友或是夫妻出去的 你就必須要帶一些禮物回來 送給出品戒票友好嘛 所以你就必須要帶一點的箱子 對那所以這台車呢 你要旅行或者是說 甚至是玩樂 通勤當然也是可以的 所以這台車我是蠻推薦的 而且它的價格落在16萬多的話 並不會說它的預算會讓你覺得說它非常的高 而且行駛在台北 或者是我們一般的道路上 它就是一個白牌非常方便 如果你喜歡醫師風味 可以考慮它 對 謝謝小蘭姆 謝謝 Tal Fuck 謝謝 ,只要快點 快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